为了充分倡导一带一路建设的绿色发展理念与实践 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正式成立 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正式启动 在绿色之路分论坛上 中国与联合国等伙伴共同发起的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和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正式启动 旨在搭建国际合作平台 推动绿色发展理念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截至2019年4月已有120多家中外合作伙伴加入联盟 其中包括25个沿线国家环境部门 国际组织 研究机构和企业等60多个外方合作伙伴 有很大的机会 此外论坛还发布一带一路绿色走出去倡议 一带一路绿色照明倡议 一带一路绿色高效制冷行动倡议 建筑能耗的20% 照明占全球耗电量的15% 那么此次论坛就这两个贴近生活但又影响深远的领域发出倡议 有利于为全球绿色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央视记者 北京报道